蔡元文總統 臨臺最歐一般的國防武選 是來到六千多億 這是歷史的新冠 民進黨立委翁頂吳就表示 說這筆錢可以幫助我們的國軍 來強化綜備 但是國民黨接下來 這筆說那是解開的 學者就表示中國的軍方 是一直來交叉我們臺灣 所以國軍的成本 提倡國防武選變財是可以理解的 民衣中 中共新聞中安緊張局勢 臺灣共化建軍比剩 國防總體武選會下落立書新聞 總統蔡元文臨臨 最後一次中武選 先是公告 2016年國防武選年 是3596億 只剩每年國防總武選 加上基金和特別武選 會達到6000口68億 現在GDP有希望達到2.5% 典給主務方位關心 國組陣南會在9月入記入水 明年度國防總預算包括基金與特別預算 將達到600068億元 創下歷史新高 近年確實逐漸有這個維保預算 有一點維俘成長的現象 那維保的預算成長它成員很多 那敵情威脅升高也是其中之一 蔡政府國防武選一直創新館 不過有完掛不到GDP成長的獲得 台灣國防武選有完沒得到GDP三派的地盤 國民黨理會剛才先表示 支持合理的國防武選 這不是大約錢 國軍面臨很多問題 不是只有體股武選就能夠改管 武器採購的員工 包括武器採購的項目 還有我們的軍紀的維護 我們部隊的管理 甚至是訓練內容的強化 還有兵役制度的感受 中共要求你弱化軍備 就不敢採購先進武器 甚至於跟盟友的互動都不敢的話 弱化的國防反而是引誘戰爭的因素 國軍今年已經沒用 五千包括 分白駕車 六十八九 第一次M1A2T 戰車會出現 五十六戰機 性量提升已經夠不及 剛才幾次 國軍買武器採購 當時應對共軍請教 後續的尾部費用 任完全沒有加進是很可觀 面對中央丹波政府 領域聯合英文 反正副總統落成就觸控過境美國 美國正義氣 中國問題委員會主席 蓋拉克施政 中央想要影響 臺灣代算 如果落成就勝算 估計中央的國家有侵略性 美國應對戰力比戰 記者 中央部隊